171公分的身高 只有50公斤的纤细身材 穿上短裙的她 看起来就像是个弱不禁风的小女生 不过她的身份证上 却是不折不扣的男性 她说现在的自己 既非男性也还不算是女性 而是正在等待变性的跨性别者 因为这样的身份 让她在职场上处处碰壁 我有这个问题 而且我也很客气的跟她讲 跟她讲是 我的确有这个情况 然后我是正在准备 准备要动手术的跨性别 然后她就说 那这样这个情况 我们没办法接受 长期失业的玉琳穷到身上 只剩下88块 三餐靠网友接济 房租也拖欠了好几个月 她努力找工作 但是被拒绝了20多次 原因都是为了跨性别 透过内部的认识人才知道 态度恶劣到极致 然后那一天就回去受不了 就是哭了整个晚上 就是因为性别这件事情吧 让她就是 她的才能发挥不出来 玉琳拿着完整的履历 22岁的年纪 做过超商店员 调酒师 甚至还有剪接的专业技能 在香港完成学业 也精通英文 讽刺的是 台湾的性别工作平等法 保障两性工作平等 却不能让她这样的跨性别者 有一个工作机会 她沉痛的说 难道跨性别者 最后一定要走入八大行业 等待变性的她 只想问 究竟什么时候 才能够用女孩子的身份 在职场上得到尊重 东西新闻见 吴才贤 谢中化 开票报道